观众朋友父亲节快乐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百话 我是王浅秋 首先介绍今天加入我们一起讨论的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 媒体人谢寒冰 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张宇轩 请问一下好 观众大家好 海北市议员侯汉廷 主持人好 各位好 选择的消息来看看侯友宜阵营 侯友宜在这两天密集的跟小鸡们 包括了台北市 新北市 还有桃园的小鸡们立委参选 来一起吃饭 餐序 在会中他特别提到了 对于他自己两个月之内 被绿营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个不是个人该做的事 他甚至说自己从事公子 已经40年了 怎么一切之间变成这样呢 来听听侯友宜自己怎么说的 做了40几年的公子 总不到短短的两个月 侯友宜好像变了一个人 你有不好可以批评 不是不能批评 但是你不能造谣抹黑 你看看我出来没有血水没有起烟 马上把一个胃腰案 我们明明就是个乌龙案 胃腰案造谣抹黑 不要说用这手段拉低别人 攻击别人 造成仇恨感 这不是我们做人该做的事 侯友宜痛皮施绿营 把他整个人格抹黑了 那当然从胃腰案 现在是不是已经拆弹完成了 那么还有之前的几场演讲的后续的结果 现在是不是另外一个侯友宜要出现了呢 他力促团结 他说气势如果起来的话 大家都省力 所以跟小鸡美琪的合照特别PO了出来 他说他自己不讲大话 耐操耐劳 还是南部小鸡 大家一起全国走透透 拿出好的政策一起打赢选战 当然小鸡的焦虑 现在靠着母鸡一起要创造气势 还是互相拉抬呢 当然现在在选情的部分 蓝营的立委林慧舟就说 其实只要侯友宜出门 跟这些小鸡聚在一起 就可以提升 包括了民调还有气势 之前2月18号的时候 沈大佬 沈富雄曾经说过 侯友宜不但在南部有票 他甚至说是唯一在南部有票的 一旦蓝营2024推喉挑战总统大位的话 赖清德在南部 恐怕只剩下本命区台南了吗 那么侯友宜的选情 现在有没有机会真的再翻转 陈学生的看法非常乐观 他说双北小鸡因为有地理之变 很容易成为意见领袖 那么侯友宜只要跟双北的小鸡 多多的交流 像这两天一样 翻转选情就大有可为 搞定双北 抵定全台 看起来很乐观 那游书会才更点出一个上方保健 他说侯友宜的问题在于什么 他手上没有资源 没有掌握党的机器 所以要让朱立伦喊话了 他说让侯友宜能够掌握这些上方保健 才能够有效的拉抬民调跟气势吗 那么现在这个沙卡都会不会有变数 当然今天下午柯文侯友宜 柯文哲侯友宜现在最担心的是谁呢 当然就是郭董 也在开记者会 回国的记者会上面 是不是有可能沙卡都之后还会有其他的变数 但这个沈大佬曝了一个他自己的想法 很大胆 说大胆的认为可能会有一个人退出 这个人是谁 他说是柯文哲 这肯定是有可能柯文哲会根本就退选 他形容如果柯文哲最后退出2024 他会给他掌声 是大体 柯文哲到目前为止是讲的 有板有眼有尊严有原则 这是沈大佬给他的赞许 不过显然柯文哲的阵营没有这样想 到底这个新闻幕后是不是事实 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但是这个分析内容里面是说 郭台铭因为没有放弃并购民众党 这样的可能性或是这样的态度 以至于让柯文哲继续要保持 跟所谓郭台铭的距离吗 甚至避免接触吗 那么决定8月23号本来四个人 可能的参选人都要到金门去 会聚一堂的 就他现在已经宣布 8月23号不到金门去 跟郭台铭同台吗 避免那个十字紧扣 看月亮的画面再度出现吗 那么柯文哲更表达 绝对代表民众党参选到底的想法 跟沈大佬的预测是不一样的 兵哥怎么看 现在胡友宇的选战脚步 还有柯文哲 最有可能的选择是什么 我想选举被人家抹黑 被造谣被攻击 是台湾选举的常态 所以也不用去怪别人 怎么样去把你造谣抹黑 而是你为什么这么简单 就被人家抹黑造谣 我觉得有的时候 自己的体质也是要顾一下 我跟你讲先讲求身体 再讲求效果 然后就这么简单 你的体质如果够好的话 也没有这么容易被抹黑 所以你当初有一些事情 你自己的回应太慢 或者是你自己在回答的时候 不是很得体 包括去政大的时候演讲 那伤害就会造成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要是反求助己 而不是单纯只是怪别人 那当然这个我早就说 两个月前就该做的 这个便当会终于做了 那做了之后 表面上好像 小鸡跟母鸡终于见面了 大家也交心了 可是有这么简单吗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个叫做开始 也就是跟这些小鸡见面 是一个两个多月前 本来就该做一步 一直拖了两个多月之后才见 那见了当然有助于化解 彼此之间的一些旗见 可是见了一次之后就结束了吗 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 因为小鸡跟母鸡之间的旗见 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 包括何伟宜的民调 没有办法让小鸡有信心 包括外面有很多的诱惑 包括党内没有呈现一个团结的气势 包括党主席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没人知道 这些都是造成小鸡 离心离德的结果 所以要小鸡跟母鸡之间 共同来打拼 何伟宜当然第一个 就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的气势 把自己的民调带起来 所以去南部 去到处勤跑当然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在建议 是不是要考虑你不是要到九月以后才请假 而是干脆就提早请假 我是认为这样 因为法律也没有规定 你到九月才能请假 这个两难 你不能把市政丢得不管 是没有错 但是现在就是看他认为 选情拉台比较重要 还是还回去顾市政 好好做事情比较重要 我觉得这个取决在侯友宜 但是见面之后 不是就结束 见面之后你们要建立一个 迅速沟通的管道 随时有什么事情 你们彼此之间马上把旗舰化解 然后能够共同的对外 大家联手出击 能够建立这样的管道跟默契 这样子这个便当会才有帮助 不然的话就只是吃个便当而已 这次吃哪一家便当 不是老三便当 这次应该不是 牛肉饭跟什么 所以这一次要吃好一点 有没有特别去找个老大便当 我就不知道 那我必须讲 小鸡到现在 我很坦白的说 到现在还是有些人想要去蹭锅 想要去蹭柯 甚至想要两个都蹭 还是有这种人 为什么 因为后宜自己还没有到很强的时候 所以你只要展现出很强的气势出来 然后党中央真的愿意 全心全意帮助的时候 我觉得你说要后宜 直接拿上方宝剑 我个人认为有点困难 因为你们党的体制就不是这样 所以重点是在于朱立伦的态度 朱立伦如果能够跟侯伴之间 合作无间 那当然这个上方宝剑自然就会出现 那如果朱立伦有朱立伦的想法 侯伴有侯伴的想法 那这个上方宝剑永远不会出现 那党的团结也永远不会出现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 那问题是 我也比如说从征召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朱立伦在想什么 他所有的错法我完全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可能我笨 我不知道 但是朱立伦在想什么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现在这一步 又打算怎么办 那至于说沈大佬预言说 柯文哲可能退选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讲实在话 这世界上什么事情 搞不好明天彗星撞地球 我们就结束也不一定 都是有可能会发生 只是机率的问题 我比如讲 以现在目前柯文哲的 民调显示的话 他退选的几率很低 微乎其微 因为我想不出他 以目前的状况下 他有什么道理退选 而且民众今天才特地 搬出一个民调 说根据他们内参民调 他跟赖兴德差不多 在误差范围内 是狠狠甩掉侯友宜的 侯友宜在20%以下 所以如果假设真实的民调 呈现是这样的话 那他有什么理由退选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反而是侯友宜自己 要不要考虑退选 不是这样的意思吗 可是问题是我也必须讲 上一次高雄市长补选的时候 民众党也说他们内参民调 吴义正已经只差 李梅正1.3% 结果到最后吴义正选出来的时候 他总投票率只有4% 所以民众党内参民调 到底准不准 就只有看他们自己去看着办 至于郭台铭 你说他现在是不是 还是想并购民众党 我认为还是想 包括谢典您今天都讲得很清楚 他说就是郭柯配 表示至少郭董他们的人马 就是认为郭柯配才是最重要 所以还是在跟柯文哲招手 但是我必须讲 并不是有钱人就可以决定怎么样 而是在郭董现在很明显 民调劣势的情况下 柯文哲到底为什么要跟你配 难道就只是钱就可以打动 资源就可以打动吗 柯文哲你要用资源打动他 只有一种方式 我认为就是他知道自己选不上的时候 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选不上 他才可能会去跟你配 在他认为自己都还有机会选上的时候 他没有道理跟你配 也不用跟你配 所以我觉得这是郭跟侯吾之间的 都现在目前还有的迷思 我觉得说真的对侯吾来讲 你现在根本不要去想跟谁配 而是想自己能不能起来 你的民调能够拉起来到25% 30% 自然有人转过来可能要跟你配 那对郭也是一样 郭到现在连要不要参选都还在那边犹豫不决 还在那边一直拖拖拖 拖到后来我觉得郭总拖到气都没有的时候 谁都不要跟你配 宇萱怎么看 今天刚刚最新的消息是因为侯友宜 最近几天密集的跟小鸡们一起聚会 想要拉近跟他们距离 今天到了桃园 结果在桃园的立委 参选人就有人特别喊出来说 恨铁不成钢 就是帮他加油的意思 结果侯友宜的回应笑呵呵的是说 我们立委都在这里大家很多的意见 在宣传上合作上一起交流 所以看接下来侯友宜的竞选的脚步跟策略 我先从便当会谈起 便当会他的确你说就实质意涵上 能够达到说一处可及 造成说大家共同串联是不可能的 但他至少有达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跟双北的立委见面 会上其实双北的立委 大家很在乎一件事情 参选人 对 立委参选人 很在乎一件事情 他们在乎的不是说 你今天侯友宜要跟我同框 要帮我造势或怎么样 因为他们的需求跟地方性 其实不太一样 他反而提出来一个重点 说我们在于所有的议员之间 各位我讲的是议员 议员之间 因为选一个立委 当然需要很多跨选区的议员帮忙 有分裂的问题 当然他不期待说 你今天侯友宜亲自出马 而是说需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什么意思 你必须要就由中间人也好 你的进办的人选也好 在这个部分进行整合 我们不求说你总统大选 这个整合的问题 而是说在于地方型的立委选举上 确实有分裂的问题 需要去整合 再来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先前包括我本人 一直再三呼吁说侯友宜 去这个云嘉南 中张头 这些选区是你民调最弱势的地方 好好待着 多进行几次的沟通 不要说只是蜻蜓点水碰一下就好 确实侯友宜在会议上 也跟他们答应了 说我接下来会把重心放往中南部去 换言之北部这个地方 或许这一次见面便当会之后 接下来会比较少接触 等于说事前进行告知 而会把整个重点跟焦点 放到中南部去 你说这个方向是不是对的 我觉得他只好证明一件事情 侯友宜他是有弹性 有转变在听进别人的意见了 毕竟我们先前喊这么多 他终于肯去了 但至于请假不请假的这个问题 我已经再三声称 侯友宜他必须在总统 跟市长候选人 这两个身份之间选一个 你要嘛就当总统候选人 要嘛就好好当市长 这两个没有办法兼得的 否则就像先前台风天 造成的一个后果 原本当天台风天 那个时候8月3号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电当会在那一天 但当时没办法 还放台风架 他市长要作证 所以这件事情 就因为市长的职务 市长的责任 耽误到总统的进度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状况 好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讲说 他说民进党两个月 把他变成一个人 变另外一个人 我必须坦白讲 魏耀恩这件事情 的确是民进党的造谣抹黑 但民进党造谣抹黑不是第一天 而且大家真正究责在于哪里 而非说你对于魏耀案 这件事情的真与否 而是在于你后续的政治危机处理 那时候大家讲局处慢半拍 或者是说你侯友宜相关的反应 甚至是发言过于草率 速度太快了 在事情全部查清楚之前 就已经先定版 所以大家讨论到的是 后续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 既然我们刚才前面讨论到 侯友宜确实有在调整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用再去抱怨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当前台湾政坛的 一个现存状况 最后一点 我想郭台铭 郭台铭则相反 原本郭台铭在这个限典龄 出来接受我们这个 请求姐专访之前 这个郭董原本还听传出声音说 信誓旦旦 8月8号今天重大宣誓 就在自己新书发表会上 结果孟明晴晴晴晴 我刚才看一下 先生还没有看到任何参选的宣言 对 他只说一句遇到困难 我就会这个努力去克服 但显然 显然是什么 显然是硬了 因为私出无名 讲白了你今天要出来 郭台铭他的局很清楚 你必须要取得跟任何一方的联盟 跟共识 才有所谓自己角逐出现的可能 否则这些议长已经跟你摊牌了 所以你今天郭台铭 你要独立参选 我们是不会站在背后的 唯一一种有可能就是 你有办法说服柯文哲 或者是有另外的打算 讲白了 大家要的是大联盟 大家要的不是什么 不是你一个人出来乱 所以你看 现在郭台铭延后说我要到823 那不管 反正他一言再言 反正8月8号现在又变823 说823可能又有重大宣誓 但现在新闻消息传出来 柯文哲显然没有要配合你的这一出 三步一没有 没有要跟你买单 所以我就讲 郭台铭会不会自己越把自己 路越走越窄 一路演一路演 然后随着他的这个态势 逐渐的把自己往边缘化发展 为什么 一而胜再而摔三而结 他要嘛 就是趁大家忍不防突然宣布 不要这样子一直讲说我要 我好像要 然后这个人来了 一而再再而三 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就是大家都 把他当作是人来了 然后自己把自己给边缘化而已 汉庭怎么看 今天谢点灵的确他自己来讲 7月23全大会之后 郭柯的幕僚一直在做实时的磋商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然后但是议长们 其实不挺他独立参选 但是希望他赶快宣布参选的原因是 要要求其他在野联盟的合作 柯文哲已经说了 不可能有郭柯和的选项 那也不太可能会有柯柯和的选项 实际上的发生 所以郭台铭他必须要去看看 另外一方有没有机会 但如果都没有机会的话 大概长期来会知难而退 除非就是大家一起死 那么在过去以来的选举 我要问一下 不论是在2008年 2012年或2016年 过去的选举 我们有花很重大的时间篇幅比例 在讨论所谓小鸡的事情吗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是到了今年选举的时候 小鸡这两个字 然后被提到的特别多 为啥 第一个我认为 这要嘛就是刻意的分化 制造母鸡跟小鸡之间的不合 或者是希望能够让小鸡的选举 变得不好 第二个状态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希望母鸡 要能够真正的叫做逆风高飞 创造黄金十年 当初马英九的金句 至少就母鸡本身 还要发挥更强大的动能 有时候会说所谓的上方宝剑 那上方宝剑我们都知道 上斩昏均下斩令城 所以主要要干嘛呢 这宝剑不是让你放在剑锹里面 也是宝剑要出鞘 你剑要拿来斩人的 你剑是要拿来攻击的 是要拿出来见血的 所以侯友宜最好的方式 完全不是要去管什么小鸡 是干嘛 是你要马上的炮火全开 左打蔡英文右踢赖青德 拼命的攻击民进党 小鸡自然就会群起而上 帮你一起去打民进党 所以侯友宜本身要有创造议题的能力 那么否则的话 像我们前面看到 今天我们报道侯友宜的重点内容是什么 是说民进党把他给改 把他变成另外一个人 可见侯市长是不是还活在 未要案当中的那个不甘跟委屈 没有抓紧到最实际的一个 时事的脉动 没有攻击民进党现在应该攻击的 比如说财政也好 钱瞻也好 或者是赖青德昨天讲的两岸议题也好 如果侯友宜市长在攻击赖青德两岸的东西 是讲得很有金句很有料的话 媒体理论上应该要报这个 媒体怎么会去 就不会去报说你怎么两个月改变一个人 所以可见侯市长的攻击力道还要再加强 那么再来 因为如果侯市长自己的攻击力道不强 你没有抛议题的话 那小鸡还是要找议题打 那小鸡怎么办 如果柯文哲抛了议题 小鸡就会跟着柯文哲去打赖青德了 没办法 因为小鸡本来就要打绿 他们要生活他们要打绿 所以这也关系着 就是国民党中央高层的一个决议 如果他们决定是全力打赖青德 小鸡一定自动跟 不用指挥都自动跟 但如果党中央的这个决策是说 我们前一阵子要打磕 然后现在要来打锅 那自然就会让地方小鸡比较为难 为什么 因为很多支持者他可能也支持锅 他也支持磕 或者是如果一方面全部得罪的话 锅磕另外就又推拍一组人 然后把这个小鸡给干掉 那你这样子小鸡会乐意吗 当然不会 所以重点不仅仅是所谓的 什么党的资源什么 重点还是要找到议题 全力抨击民进党 的确我们接下来 待会儿就会来讨论赖青德 昨天接受专访 谈了很多 包括跟蔡英文的关系 包括她对两岸有很多心结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那我们下转发ね 那么晚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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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ti 我们等待会儿中 financial 保险 再进一步 就会 让我们等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